大家好 没想到把西红柿和白醋搭配在一起 作用竟然这么厉害 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吃过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这也是闺蜜偷偷告诉我的方法 吃了一个星期之后 效果果然还蛮好的 清澈有效 大肚兰不见了 裤子也宽松了许多 在这炎热的夏天又可以穿上漂亮的裙子了 瘦身剪脂去油腻真的是太棒了 视频看完之后 一定要先点赞收藏起来 并转发出去 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包括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接下来就把西红柿搭配白醋的做法 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一起跟着视频具体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西红柿顶部叶子的数量有所不同 那么就要选择底部叶子数量较多的 叶子越多就证明它汁水丰富 吃上去的口感会好很多 叶子越少就证明它吸收的阳光和营养物质越低 糖分也就越低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底部叶子越多的 叶子越多就容易出沙 而且带有它本身的一种甜味 这也是一位老龙夫教给我的方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六片叶子的西红柿 先把它的根部去掉不要 再把它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小苏打 大概一勺的量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它的表皮湿润一下 再往上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下手把西红柿的表皮搓起干净 大家都知道食盐具有颗粒性 它的摩擦能力也非常的强 而且还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而小苏打又能够有效的去除表面的农药残留 所以用它们两者来清洗西红柿的表皮 会洗得更加的干净 很多朋友在吃西红柿的时候 都市把皮削掉之后直接扔掉了 熟不知皮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吃着放心也健康 先用苏打水给它清洗一下 最后我们再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冲洗掉上面的眼分以及残留的灰尘和杂质 像我这样清洗过后的西红柿表皮就非常的干净了 表面看上去明显比之前清爽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连皮一起食用了 接下来我们再用刀把西红柿对半切开 一分为二 再把中间的硬心切去不要 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口感 最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它不仅可以用来炒着吃或者是两拌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水果来食用 尤其是在这炎热的夏天 用它来做两拌西红柿 切片之后放点白糖 再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再食用 那口感真的是绝了 清凉解暑又解渴真的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两拌菜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瓶白醋 白醋我们要选择这种量造白醋 不要选择制造白醋 制造白醋是人工勾兑的吃着对身体不好 而且白醋的用途也很广泛 可以用来腌制两半或者是日用都可以 紧跟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 能吃酸的朋友可以多加入一勺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蜂蜜 综合一下白醋的酸味 再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 最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温水 水温大概在30到40度左右 水的量没过食材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使所有食材充分地溶解在水中 加入蜂蜜既增加了营养 而且还增加了口感 这样做的醋泡西红柿 也可以当作一道水果茶来食用 而且它的口感喝上去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美味 清热解暑又减脂真的是太棒了 也可以代替晚餐 如果实在感觉到非常饿的话 也可以加上一个鸡蛋 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惊喜 身上的坠肉不见了 裤子也宽松了许多 做法简单 食材家家户户都有 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喜欢的朋友赶紧点赞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